没有办法讲话 也无法跟人沟通 只能够发出一一啊啊的声音 再加上手脚萎缩 也只能够在地上缓慢爬行 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这种情况在现年56岁的陈宝琴身上 已经持续了56年 出生6个月时就因为住在深山里 交通不方便 高烧无法及时就医 最后导致脑膜炎 智力受损 停留大约在1岁左右 多年来全靠家人的照顾过日子 但是随着爸妈过世 兄长逐渐老迈 再加上当年母亲担心宝琴 未来没有人照顾 因此设定他持有土地 并且有七位共同的监护人 没想到土地是随土保育地 持有人高达100多人 宝琴自己也没有办法写字 因此抛弃土地继承的复杂性高 导致无法申请为低收入户 以及请领必要的社会救助 哥哥们都非常无奈 虽然是应该是经济上 我们人籍都大了 然后他不好照顾 外老不好亲 然后我们是想说 有七个可以代替我们 因为像我二哥太老了 退休了 我三个是务农的 然后我是打杂工的 所以我说经济上是有些困难 他从小就 几个月就变这样子了 陈宝琴的哥哥们指出 由于陈宝琴完全无法辨识 什么能够吃 什么能够不吃 又居住在山里面 以往也发生过陈宝琴 随手抓癞蛤蟆 蜈蚣 昆虫等来吃 导致中毒溃疡 善心团体 新光爱心协会 和同样也是协会会员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得知这件事情后 特地前往探视 捐赠将近三万元左右的慰问金 希望抛砖引玉 呼吁社会各界和政府 可以伸出援手帮忙这家人 四个兄弟 那也都年轻 都一定慢慢都老了 那对于这个妹妹呢 是非常非常的有感情 那我希望说 我们透过媒体呢 来更了解一下 这些深山里面 最有温度的故事 他们一家人对这个妹妹 都可以说是 非常的这个 对她非常的爱护 也舍不得把她丢丢丢气 说这个丢到哪里去 完全没有 我就觉得这一点 让我真的是很满满的感动 但是在经济上的一个就是缺乏 那因为长期性 这个每个月的费用 要好几万块 所以我希望说 藉由今天的新闻 还是希望我们社会人士 能够多多帮忙 还有我们社会处 是不是能伸出援手 怎么样请一些 善心的一些机构来协助 对于家人们多年来 对陈宝晴的不离不弃 照顾上右陷入困境 副一长杨秀玉 一时间也红了眼眶 陈宝晴的哥哥们表示 非常感谢 包括新光爱心协会 和副一长杨秀玉 等爱心团体 和善心人士的帮忙 近年来虽然有请 外籍看护来照顾 但是因为陈宝晴的情况 实在太特殊 除了无法沟通 照顾上本来就很困难 陈宝晴晚上不睡觉 又会一直哭 让外籍看护都坐不久 就会离开 逐渐没有人愿意来接手 兄弟间手头都不宽裕 多年下来更花费大笔金钱 在照顾妹妹陈宝晴身上 大家都越来越老 经济以及体力和精神上 也无法负担 只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 可以协助他们 找出办法妥善照顾陈宝晴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